当您想要将文字条列清晰地说明 并透过简报中的SmartArt图表来呈现时 以下是一个步骤指南 步骤一 文字条列准备 步骤二 选择适合的SmartArt图 步骤三 插入SmartArt图 步骤四 编辑SmartArt图 步骤五 自定和格式化SmartArt图 您想要表达的信息 步骤六 注意设计原则 使用SmartArt图表来呈现文字条列 是一种清晰和有视觉吸引力的方式 能够有效地传达您的信息 帮助您创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简报内容 记得演示和调整 以确保图表清晰明确 并与您的演讲内容相辅相成 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第四页好了 请问N-Betamine Ketamine的种类 好 那因为我不知道 我就只能问TrapGPT了 所以请容许我问一下 因为我接下来我要讲 文字又分条列式 条列式又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 安菲他命的毒品的种类 第四张讨影片吧 请问N-Betamine 我觉得这样子列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可以吗 我觉得它这样列 它有什么这一种 然后重点是 这一些它的各种的 它都可以达到 就是影响到那个 你有没有看到 这也是TrapGPT 它现在做一做 它就会不时的去呈现出简体中文 那请你们现在稍微修改一下好不好 我画面先停留在这边 如果你没有TrapGPT 麻烦请你就只要打出这几个字 我把它变成红色字 你只要打出这几个红色字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 就请你自己用TrapGPT来去搜寻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版型里面 我们用的是标题物件 下面还有一个第二个物件 那主要是这一个物件 它的右边是不是觉得太空旷了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编排方式不好看 那请问你可不可以直观的去联想 这边应该也要有东西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如何去调配 我们这个物件的呈现方式 好 这边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工具 叫做SmartArt 好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把主要键点选 点到这个字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叫做转换成SmartArt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 你可以自己自由去这样搭配来去看 你要怎么选 举例来说好了 如果甲基安非他命它有那个图片 那我会觉得就是各个产品它都有图片 这样子的呈现会更好 所以我现在我就改成这种方式呈现 就是说当你今天你在决定那个投影片的版型 可是接下来会针对内容 你又再去调整里面的样式 这个时候如果很多文字的话 它就会出现右边是空的 既然它右边是空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填满 那填满最好的一个方式 像例如说你可以改成 我现在所说的转换成SmartArt物件 然后接下来去搜图了 点这张图片 因为这是微软产品 它是以病为优先 所以这边你可以去搜寻 甲基安非他命 就变成你只要点点这个图示 然后在这里面去搜寻 这边它都被锁起来了 我点不到 你们应该也点不到 但是你回去的时候 用你自己的电脑应该是可以点 这边有非常多的图片 然后自己去改图 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先暂时用 我们自己现有的图片 例如说从我的储存的图片 现在一个半律图片都没有 这一张是我现在不能放的 我的意思是要请你们了解 就是这边很适合放 既然你要介绍安非他命 那你就要放那个图 长什么样子 这样会更直观 方便你来去做介绍 那以上呢 是我这节课 希望说你去认识它的一个版型 然后我使用的一个概念 是用Template 然后接下来这个Template里面 我使用的方式 依照如果说我们要改的是 所有的物件 我们全部都一口气把它改掉 我是用这种方式 那包含这里面 如果说它条列的项目很多 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要想办法 像例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留白太多 我知道有没有更方便简单的方式 让它变成Smart Art 方便我来去做版面的一个配置 让它成一个完整性 以上是我这节课要暂时先告诉你们的一个制作简报的一个观念 请你们先把它储存起来 看到没错 我现在在衣服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